是出同门的昔日好兄弟,现在的斗争看似是告一段落 林满江靠着自己十足的不要脸以及鬼辩论,赢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成功把这个昔日的小师弟发配到了棚户区 名义上是工会的副主席,其实干的就是别人不屑的脏乎累活 一招胜利就迫不及待的把其完踩进土里 林满江的行为其实算不上是小人之心 毕竟一旦东窗失发,自己有可能送掉的就是性命 这让他不得不狠毒,不得不害惨了师弟,更是逼死了师妹 或许他的内心也曾经后悔过,但是现在依然是车到山前 就算没有路,也要硬生生开辟出一条来 可吉巴恩果真被林满江打败了吗?答案必然是没有那么简单 剧中有一个重要人物就是国司委书记徐长青 从他几次三番的向张基英打探中复的消息 以及吉巴恩和林满江的动靠 就不难看出从一开始背后操纵棋盘的人就是他 直拍吉巴恩上任也是为了打垮林满江 出现的场景不是在打电话,就是在打电话的路上 只会指上谈遍的样子,让人不免有些惊急 可林满江既然能够犯下装装剑剑的案子 当然不是个愚蠢的人 任何一点的风吹草动,他都十分警惕 否则对人不会一看到是红杏的笔记本 第一件事就是推老婆同个话出去点包 很多如他连自己的妻子都能舍弃 还有什么是这个手握三脚刮刀登上人声巅峰的大师兄不敢做的呢 冷静的徐长青一直静静地盯着林满江的一举一动 数字提醒吉巴恩不要意气用事 看来这张大王是编制的八九不离十了 吉巴恩耐不住性子,主动私下魅惑了徐长青 两人之聚相同,相交甚欢 推背幻展之间更是聊起了往事 这才得知徐长青正是自己父亲当年的同事 当年吉巴恩的父亲一下矿被炸死 徐长青却是当时的幸存者 他更是亲眼目睹了吉巴恩神父因公殉职的场面 也让他免记于心不能忘怀 一时激动的吉巴恩当场就要下跪 认徐长青为父亲 这一幕也是看的人十分动容 这对父子接下来不知道会布下怎样的局 彻底将林满江绳之以法 成功地守住人民的财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